等着吧 早晚让他们沐浴俩 把之前咱们受过的委屈 都还会 是你啊 是不是来找我谈生意的 你怎么来的 怎么是呢 好好看看吧 这是你和林薇薇的心底鉴定 还有白青十八年前的领养症 林薇薇是她领养来 谋求你财产的东西 林薇薇 这就是你的真正父母 你们啊 跟我们回去吧啊 你还真把七十父母找来了 我找的全业 这孩子让我们找的好苦啊 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不是 爸爸你别听他们胡说 这两个肯定是拿找来演戏的 演戏的 亲子鉴定还能有假不成 有假的话 再做就是了 对了 爸爸 还想提醒你 你涉嫌伪造古董 已经流入市场了 可能很快就要进去了 姐姐 姐姐你救救我 我不想跟他们走 你不是恨我吗 你带我走 我可以跟你做幼人 你使劲使唤我 爸爸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你宠着她 养着她 可到最后你倒台了 她却想抛下你跟我走 这里就是你外公的分公司 人家和段家并购后 很多事情 还需要你多操纸 我还是希望从底层做起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入职的新同事 大家好 我叫林小棠 以后请多多指教 小棠 你就先坐这儿 新来的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高科阶段的提案 交给你做 没问题吧 王主管 这个提案 没问题 他分明就是针对你 这个客户很难搞的 况且就给你一天的时间 没事 好 很棒很棒 我觉得这个提案非常好 顾总 我觉得我们可以签约了 好 这边请 我告诉你 那个新爱的林小棠 和顾总关系肯定不一半 我上次还看到 他坐顾总车来公司 估计是他情人吧 万一是妹妹或者朋友呢 他哪来的妹妹啊 而且你看林小棠 那需要的样子 肯定觉得自己在情人公司 有人罩着 各位好闲置 还有空聊我的事 看来工作挺轻松的嘛 你不就是顾总小情人吗 还直接上我们了 等你什么时候 像我姐妹一样 真正加入豪门再说吧 给你长点见识 我姐妹的老公可是段职集团总裁 又帅又有钱 没想到他们竟然领证了 王婉 朋友领证的恭喜啊 婚房买了吗 有意向买愿景公寓吗 我认识寿楼处的人 可以帮你联络哦 哟 还兼职做中介呢 行啊 我帮你介绍介绍 妈 明天林薇薇和段朗 约了我的公寓楼来看房 好啊 那我可就看你到时候 怎么收拾团